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讲是这次的动物灵 这次的动物灵反扑 所以去向玉皇大帝告状 请老母做主 所以你看人世间惨不忍睹 什么都失 什么都杀 所以这次应该来讲叫做因果的关系 叫做动物灵反扑 所以现在还有全世界2000个医生同时站出来 呼吁人人都要在最近时间吃什么吃素 所以我们再说各位前行 在节观中 在节难中 考验着修行人的这份愿意跟决心 所以你看很多的道场班都停开啊 很多的地方会议都停止 很多的活动都不再聚会 你看我们的点传师班 往后演 八一组的团派 往后演 海外开放班 往后演 清静班 往后演 甚至很多道场的终于日班 全面停开 往后演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到 当整个社会的电视一打开 都是看着这些疫情不断的扩张 看到了很多很混乱的画面 当然我们这个画面它是一时的 但它却不断的在不断的在重复干重破 难免就影响到很多人的所谓的心理互动 在台湾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只要看到人家排队你跟着排就对 这就是当前台湾的社会环境 当看到人家都在排队你跟着排就对 各位在做的前行 抢口罩抢到全世界变成习惯 也是只有我们这个国家 也是很奇怪的 我看你们都没有怎么戴口罩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疫情来讲 陈冠宏、陈简然师他特别交代 也可以说明并不严重 我是医学权威的报道 跟大家报道 并不严重 在电视上来讲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你不用戴口罩 戴口罩也没有错 你是防疫自己也没有错 所以在现阶段 你保护了自己 也就保护了什么 大家 所以在做各位前选 台中道场没有因为现况 而停止任何的开放 我们一样叫做点传师团拜 我们一样开开方班 我们一样开点传师座谈会 我们一样开道物的研习会 我们一样开中志班的道物会 我们一样开我们的讲师 这个学界的大家互相团拜 在座各位点传师 在座各位讲师 结官结案中 考验的是我们的愿力 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站得住 我们的愿力不变 能够引领的在道亲 你引领的所有的同修 在现阶段当中 让他们的心灵不混乱 那是我们的条件 我们有一位点传师 叫陈其昌点传师 开荒福州的陈其昌 他在农历初九的那一天 提工生玉皇大帝 在前一天晚上 叫九月初八 他正月初八 正月初八 正月初九是 玉皇大帝的圣诞日 提工生的流浪 他在正月初八的晚上 他总是心里面坎坷不安的 反来附去 因为他一直想回到福州 我们一直告诉他 你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 因为回来就是十四天 我们要跟你隔离 跟你隔绝 因为你有疫情的 严重怀疑性 不能来 光辉不能进去 仇人员不能再来 我们这些人 你不能见面 他就讲一张很感动的话 后来我们鼓励他回去 他说点传师 我不是急着回去办道 我是要回去 以当地的道经同甘共苦 我要把台湾的药 带回去给他们 去免于怎么样 可怕的防御 病菌的清洗 我要带着一百罐的药方 他带着一百罐的药方 我要进到福州 告诉我们的所有道群 在这个时候 点传师回来 跟你们站在一起 点传师回来 跟你们都在一起 有必要的话 我来怎么样 帮助大家 协助大家 他就跟开台中皇说 开台中皇还告诉他 K枪啊K枪啊 你不要去 这时疫情严重 你不要去 结果陈起当者然是 就跟开台中皇 讨价玩价 我一定不要去 开台中皇还说台具 我也不知道 他都说台具 我一定不要去 尊王说 为什么要去 我要跟众生站在一起 我一定要去 开台尊王也就 被他所感动 好 我开一张保身符 给你 给你保佑 结果他就拿了这张 副身符 隔天就到了崇德云 跟经理说 天师傅还说 我可以去 你不要去哪里 我不要胡作 你不要说什么 我只能保身符 所以有时候在截关中 在截难中 考验着修行人 的那份决心 我们在台湾 都不到以所谓的社区传染 也不到以叫做群聚感染 我们要的是 注意保护自己 提升警觉 但是对道青的带动 我们不能够停止 我们对道青的关怀 我们也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所谓的不关心 所以学界就在这份的愿力下 希望全天的来师 所有学弟妹 该开的班 照开 该上的课 照上 不过做好管理自己 让念力 来表上天 让我们的道青 得到安顿 心灵得到成长 在混乱当中 看到一股力量 这就是今天修行人 应该有的本色 今天有来团败的 我们共发心愿 让崇德更好 让台中道庭更发展 让我们自己得到护佑 平平安安 代理的道青 能够行功绕阅 各位道青 是吗 是 愿意吗 是 在节观 劫难中 各位在做的签选 你可以看到 刚才跟陈冠宏医师经理聊天 他们在一届纳闷一件事情 为什么在台湾的九粒 九粒的感染的感染状 这个状况 九粒嘛 十粒 全部是轻壮 轻壮化 没有达到严重致命伤害 他只要注意保健 都会没事 为什么在对岸都这么严重 他就谈到了 这里面的关系 就是个人所谓的 生活习惯的养成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 我们不断的提倡 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的生 一定要养成非常什么 有规律的生活 尤其是在这种环境当中 千万不要当借口 不起床 运动 千万不要当借口 不出门 晒晒太阳 去走走路 所以我们的生 一定要养成很好的身体状态 那叫做 一定要维持好 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让我们的生活 作息 尤其是学生 都在放寒假当中 不要错乱了我们的作息时间 我们的心 一定要正正当当 大家正气充满 没有一失所谓的缺乏 也没有一失的恐惧 我们做好小心的管理 却用一股正气引领纵真 迈向阳光大道 这是我们的心要做的 当我们的身 能够健健康康 当我们的心能够愿力充满 我们的灵 就会不断的提升 让我们掌声 来让我们在和回开荒的 李掌思回来 平安回来 平安回来 传良 在和回 一处就是一年大概八个月 九个月在和回 真的也不容易 所以有多少人是离乡背景 在海外 在海外 怎么开放餐大 我在讲一个实例 经理在讲一个实例 给你们听 这是一个叫做 陈其长 对不对 第二个实例 一个叫做缅甸 缅甸有一位舔船师 缅甸虽然飞机 在转战中没有起飞 但他转转走过了好多地方 飞行到缅甸 他先到泰国 从泰国再转进缅甸 他到崇德园来祈求不休息不上 老人家 祝佑他在典殿 大物能够发展 经理高度 他说 你不要去 有要紧 他回了一句话 让后学没有办法回答的话 后学讲话也很大声 你不要去 有要紧 疫情严重 你不知道 没有 半路是一辈子 又不是一时的 这么跑 他讲一段话 我突然静下来 我默默的就给他入屋了 他说 天船师 你没有去缅甸 你不晓得 他们等着我们去 你没有去缅甸 你不晓得 道卿等着我们回去 我们是道卿的一个心灵安定的力量 所以天船师 我一定要去 我做好道 带你去求普照 给你批佑 所以烧了一把大法相 求不休息普照老人家 批佑他到缅甸 死刑一路平平安安 所以我们在结冠结冠中 有好多的人很感人 他们一样的要出去 以当地的道经同甘共苦 一样的 他们一样的要走到海外 去跟他们做为 稳定道德力量的一个代表 我们在台湾呢 有多少道经 建议为结冠结乱中 退缩了自己 也因为在结冠结乱中 给了自己一个很好 躲避半道环境的一个机会 哎呦 别再搬了啦 人家这么多危险啦 那就是 所以我们在台中到场 我们大家用一股正气 我们用一股正气 当然正气还是要小心 不该去的地方乱跑 不该去的地方 我们大家还是不注意自己 管好自己身心的所谓的保健 做好心灵的提升 引导众生修道 走向我们的抗庄大道 带领道经能够愿力 所谓的行风扰月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功能 所以在虽然社会的环境 不断的在做变化 但是我们不能够被变化所感 所变化 我们一样保有我们办到的心 所以华会召开 我们没有停华会 我们的班召开 我们没有停 华会能够带人就带人 所以我们这次的华会 永远不要忘记 每一个工团至少带一位 每一个学校至少带一位 让种子不断的传播 让信念不断的传递 当我们的办到真的办到没有人了 那么我们的会命就终止了 我们不论有多少的班我们召开 我们有多少的人我们一样聚会 但是彼此做好管理 至少让道庆不摔 这是我们今天台中道长跟大家做说明 团拜来求一个吉祥 团拜来求彼此一个祝福 彼此纳气纳在一起 各位道庆各位同学 有没有坚坚确 有 昨天在哪一天啊 是不是在跟黄九阳师 跟韩茂 几位九阳师在一起 刚好在聊天中 谈到了过年正月初一 为什么大家都到庙里面去拜拜 为什么去庙里面 因为记得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现在是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但是一个那气啊 新春那气 那才气 那人气 那道气 那你这一那你那接那的那 那你那你今年的这个喜气 一定要在人群中在才有 所以为什么往庙里面跑 求其上天对我们的一份批用 求其人与人之间的急气 你积我一点力 我给你一点气 所以这叫做急气 所以人在人多的地方 你说一句好话 我讲一句好话 每个人都对我们讲好话 今年的是今年的 照理来讲运气都不会差 一个人没有接受人家的好话 一个人没有接受人家的做梦 你一个人身上看不到喜气 看不到福气 更看不到修行中的道气 所以记得我们见到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讲好话 恭喜恭喜哦 新年快乐哦 恭喜恭喜哦 道路红展哦 恭喜恭喜哦 哇今年数不完的 数不完的才办不完的道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其每一个人的气 在我们现在那他的吉祥气 成为道气 成为财气 成为利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必须 大家团拜 互相互相讲好话 觉得等一下我们也会团拜 团拜的时候 尽量给人家多讲些好话 人家讲你三句 你讲给人家四句 人家讲你四句 人家讲你四句 人家讲家无趣 不断的讲 所有物都没关系 让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佛堂里面 中原的佛电 充满的心气 充满的道气 充满的这一年的福气 每个人都平安健康 每个人都道气充满 更看着象征着我们学界 道路宏坛 各位再做写一写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你啊我好 大家都会好 所以我们是稳定社会股很重要的力量 我们大家加油 法会没有停开 召开 班没有停班 召开等人来 有人说 我是 开班没有人 没关系 班召开等人来 所以我在这一次后学就讲到的 白沙屯马祖 在苗栗的是不是 白沙屯马祖 大贾正南宫 对吧 北港的陶电宫 嘉义新营的新港新港 奉电宫 请问这些宫为什么这么出名 这些宫为什么带着人特别多 你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在民俗界就讲了一段很棒的话 在民俗界 他说一个庙是先要有信众 还是先有菩萨 先要有菩萨 还是先有信众 先要有庙还是先有菩萨 是有菩萨再有庙 所以庙 所以庙 菩萨与众生三者合一 何者为众 所以你注意看这四个大庙 除了足三 紫南宫以外 除了足三 紫南宫以外 这四个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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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要出唇 落尽 那叫出唇 对不对 为什么要落尽 民俗学家讲一段话 菩萨必须走出神坛 走入民间 才有信众跟随 菩萨必须走下什么神坛 深入什么民间 才有信众跟随 所以大甲马祖庙 一出唇 林哥坐下 落尽 有没有百万人 有没有百万人 大家回敬 回敬 究竟到正南工作做完之后 请问什么时候有百万人炒白 什么时候 所以卸用落尽 巩固了 维持了 马祖信徒的信仰 所以菩萨都要走出神坛 深入什么 深入人间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当我们不能够与众生结合为一 我们不能够与众生在同等的这个地表上 各位浅显 你是你 他是他 我们不会有人让人感动的心在这里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要到疫情严重 要到福州 为什么缅甸不用去 他要非缅甸的理由就在这里 菩萨走下神坛 深入什么呀 人间引起了众生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在台中道场学界 不认识学生道物 不认识我们学长且道物 都记得 我们在这个节观中 更要用我们的手机的运用软件 我们更要用我们的所谓的爱心 用电话 去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 让他感受到我们在他身边 大物不断的蓬勃发展 大物不断的绵绵延续 让我们行功了约的心 永远不会间断 今天是学界团拜 等下彼此祝福 说说好话 齐人戏 齐福戏 齐财戏 那道戏 让我们一年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今年大家都什么 无灾无难 今年每个人都什么 道戏说法 胡贵双德 就是我们半道人的所愿 大家每个人的家庭 健健康康 身心都怎么样 能够成在 那就是我们的祈求 祝老天慈悲给我们加持 祝我们大家彼此一起祝福 恭喜大家 好了 就到这边跟大家说结束 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拜年 恭喜大家 恭喜恭喜